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这儿等 我就不信他不出了 好 三个 洗好了 洗好了 来 好 是今年的新茶吗? 是是是 去没有 来 先生 常来啊 好 谢谢啊 你确定这个地方有后门吗? 没有啊 他进去的时间够长 也许是睡着了吧 杜萌 这样 你呀 进去看看 看他到底干什么 一定要小心 你 三哥 您电话 嗯嗯 嗯 你小心点 你小心点 你 你说什么 啊 米饭 米饭 米饭开始怀疑 顶上你了 那怎么办 啊 啊 哈 嗯 方保车我买了肉 我 你刚才都看清楚了吗 我看见一个侧脸应该不会错 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 不对劲 他们这些人经常来这些地方 你想想 胡万龙现在是热锅上的马尼 他不应该这么轻松 除非 除非 我们去看看 少爷 老板 怎么事 来 人呢 刚才还在这呢 你不说在里面吗 是啊 我 是不是咱们进门的时候 就看走远了 不好 赶紧给我走 去哪儿啊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去哪儿啊 几人 何主编 何主编 这是谁干的 怎么狠心呢 把这杀了还都能这马不算 还有谁 一定是五万个 嘘 小心点 少爷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少爷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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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什么事 我是何主编的朋友 不用 不用 不用帮我们查案 少爷 少爷 咱们先走吧 今天 以后再想办法行吗 今天进不去了 少爷 走啊 走啊 你们再过来 放开 同学们 民生报披露了黑社会杀人的真相 何主编就惨遭毒手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贯标榜自由的上海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打倒黑社会 打倒黑社会 还我媒体自由 还我媒体自由 打倒黑社会 还我媒体自由 打倒黑社会 还我媒体自由 还我媒体自由 胡言 外面闹事 学生敢都敢不走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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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龙兄啊 你倒是说句话呀 世杰啊 这事儿 真他娘不是我干的 我胡万龙还不至于跟报社一个小主编过不去吧 四叔 您别跟我说 你要有话 跟外面那闹事的学生们去说 我 万龙兄啊 我们也想相信你 可你得拿出证据来 你是商会的会长 你得让帮会里的弟兄们扶你 你说现在 闹成这个样子 满城风雨的 你说让我们怎么做 好了好了 别跟他再说了 他现在已经不适合当会长了 你说什么 万龙啊 来之前我们几个碰了个头 念在你的帮会里呢 那 立下过汉马功劳 方德这事儿 大家就不再追究了 但是你得退下 否则的话 租界的洋人一插手 咱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你们这是 这呢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要不这样做 为了咱们的生意 你说呢 你们都商量好了 我还说什么 好吧 就这么定下了 啊 你们都商量好了 好 四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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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叔 快点儿 快点儿 就这么捆了 你香均狠 小医生 你猜我都好 你猜我 你猜我怯了 你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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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我猜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演 何处编死得太惨了 咱们得给他报仇啊 几人在这儿中了第一刀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中刀后 他马上反抗 他的鲜血就留在地上 被他们都给踩模糊 几人被凶手一直拖过这个房间 你看这儿 这个地方血迹最多 凶手在这儿连捅了数刀 纪人一定就是在这儿死的 你是说何主编就死在这儿啊 这位畜生 你让我抓到他 抓到他 我杀了他 帮我把柜子移开 少爷 您又发现什么了 这个柜子很显然是有人移过来 来 我们移开看看 这个柜子红着倒的鱼 果然是阿三 少爷 少爷 你怎么知道的 伍爷 您先喝点茶 弟兄们都安排好了 是 要紧的地方 都安排点人手 是 是 让弟兄们都带上家伙 伍爷 您的意思是要跟他们硬拼的 害怕了 不不 只要爷一话 阿三我是刀山赶上 是火海赶闯 只是 现在老大们都跟您过不去 咱好汉帮他吃养钱亏 伍爷 您还是 你先躲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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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就是等死 真他娘够阴损 先杀方德 再杀何纪人 然后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他妈的 别让我知道他是谁 我要是知道了 我抽他的筋 拨他的皮 你 吴会长 趁火打劫啊 别忘了 你老婆现在还在我的手里 我今天就是接我太太回家呢 我今天就是接我太太回家呢 没错 没错 我已经知道是谁害死了方德 是谁 说吧 你身边的 你身边的 就是他偷偷地将化验报告匿名送到了民生堡 也是他在帮会聚会的那天悄悄下毒毒死了方德 阿森 不对 就是他 胡说 胡说 他就个喷人 我问你 昨天晚上你去哪 我 我去澡堂了 胡说 昨天晚上我们一直盯着你 但是还是让你溜走 你去了民生报害死了何纪人 来啦 你 你是谁啊 你 你是谁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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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做贼心虚 以为是他特意留下你的武 阿瑟 所以你擦掉了血 后来你又想满屋都是血迹 只擦这一处一定引起别人的怀疑 所以你就移开了衣柜 去掩盖墙上的血迹 可是你聪明反败聪明误我 你忘了那个柜子是常年放在那 当你移开它以后 地下就留下了印 我正是通过这个印记 找到了墙上的血迹 乱队 你胡说 胡言 他胡说 老三 他把跟我说这句话 胡言 我确实我什么都没干 毕凡 毕凡他诬陷我 我这 什么血迹 什么贵子 这事谁都可以干 你是不是认定是我 是啊 毕凡少爷 在你杀核击人的时候 你的手上已经沾上了他的血迹 当你一柜子的时候 你的手印已经在柜子两侧 在你离开的时候 你只擦了柜子的一侧血迹 而另外那一侧 你却忘了 你现在还在地上 你敢不敢跟我去趟巡捕房 让他们检查一下你的手印 跟你的指纹做一下对比 胡言饶命 你这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混蛋 今天我就宰了你 胡言饶命 你他妈去死吧 胡言饶命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我给过你机会回乡下领老 可你偏不服输啊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是啊 A凡B先生 你不愧为上海山的著名大侦探 全让你给猜中了 可是 你救不了他 你也得死 走 肚房 快走 快走啊 我往死里打 追 追 追 看得漂亮 多谢太阳太阳 要不是毕凡来得太快 我不得不提前动手 这胡曼洪到死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咱们这一招棋走的可是太绝了 我先下毒杀了方德 他在演苦肉计 骗毕凡去救他 胡曼洪在逼着毕凡去查 帮哥趁机就做了卧底了 其实 我还是谭也神机妙奏 三哥他也辛苦 要不是他杀了合计人 胡曼洪垮不了他 好 你在那几位老大面前演的那出戏也精彩 幸福得当时脸就绿 还是谭也高明 要不是谭也那几封匿名信 捅进了民生报 把整个上海滩都搅和得团团转了 我卧心长胆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了今天 你们为我立下了汉马功劳 我绝不会亏待你们 多谢谭也 杜邦 是个乡下来的土豹 要不是您收留了我 让我进了谭家的大门 我今天连做梦都想不到 我能做个人呢 多谢谭也栽培 你要是真想谢我的话 就替我再干一件事 尽管吩咐 干掉毕凡 啊 多谢 你干掉他 因为他查出了是我杀的合计人 他必须得死 可是 可是他毕凡只是我们利用的一杆枪啊 现在霍农已经死了 他一个小侦探 能搅和出什么浪花来啊 谭也不如 不 把他放喽 您高抬贵手 他和他太太马上就走了 谭也 他太聪明了 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捏 就去脑子 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 我暈 杜邦 咱们可是做大事的 做大事的人不能心慈手软 对啊 你骗都骗了 你还有什么舍不得呢 再说了 谭言原以为这胡万龙会误会这个毕凡 把这个话言报告送过去 没想到这胡万龙没中计 所以我才杀了那个和计人 其实毕凡早就该死了 你说什么 多望 毕凡这种人留不得 留下后患无穷 谭言 毕凡是为了救我才这样的 要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他卷不进来 那又怎么样 难道你忘了 是你告诉我胡万龙跟毕凡有交情 也是你告诉我他和何几人是莫逆之交 又是你给我出了这么一条连环计 怎么 事到如今又想做好人了 谭言 你当初是答应我不为难他们的 那是让你在卧底的时候 更自然一点 你 独邦啊 好好跟着我 前途无量 我知道 你现在过不去的就是那点人情面子 没关系 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男人 少奶奶 还不给你家少奶奶请个安 少奶奶 我对不住你 我 你住嘴 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你们早就是一伙了 杜邦 我和毕凡真心实意的帮你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你的良心被搞吃了 少奶奶 我混蛋 我不是人 我对不起少爷 你打我吧 你骂我吧 走吧 你脑子有毛病吗 你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 不 你们谁也别动他 你把他杀了 咋这儿 我杀了他 他爷 两个人 他爷 杜鹏 杜鹏 少奶奶 杜鹏 少奶奶 杜鹏 杜鹏 你疯了 我就是疯了 誰也沒動 動我就開槍 杜鹏 你想干什么 你找废话 我要带我们家少奶奶 去找我们家赵爷 你别再逼我 少奶奶 走 快走 别动 你别动 阿三 抬呀 让他走 这 这怎么回事啊 不着急 在后面慢慢地跟着 杜邦这是引着我们去杀毕凡 杀毕凡 飞 杜邦啊杜邦 你小子比我还坏 云 走 少奶奶 少奶奶 后夕那边有个小渡口 我那有熟人 你带我去找少爷 然后我护送你们两个 一起离开上海 杜邦 你 少奶奶 我知道我对该万死 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休想让我原谅你 我没求你原谅我 你让我保护你和少爷 离开上海滩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你要是不相信我 你一起打死我 人呢 在哪儿呢 我找 少奶奶 你往那边跑 我把他们引开 杜邦你回来 不带你去找地方 他在哪儿啊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现在应该在侦探所 侦探所 走 咱们俩一起去 走 好 走 走 她 走 走 雪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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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啊 我们说好的 一起去英国 雪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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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子 雪茹 雪茹 少爷 快走 少爷 走啊 雪茹 听我的 快走 雪茹 走啊 雪茹 你干吗 干吗 你干什么呀干吗 快走 少爷 这边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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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挺住啊 少爷 追 少爷 少爷 你快走 少爷 雪茹 雪茹是我给害了 少爷 管不了这么多了 你快走 多不 不 少爷 小爷 前面 你 你小子可真是太鬼了 到底還是給我留了一手 貪爺 對不起 我錯了 可對丁雪如的死 碧凡他什麼都不知道 您就放他一碼吧 再說 碧凡的傷很重 他跳到江裡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 說呀 接著王家說 多麼感人的兄弟情依呀 你再哭聲一鼻子 那更香 他呀 杜邦啊杜邦 你也太會演戲了 你以為我會相信你是因為良心上過不去才救了必凡嗎 你要真有那麼一點小小的良心的話 丁雪如也不至於死不瞑目 我 我他媽什麼我呀 是因為丁雪如知道你的老底 所以你才害死了他 是因為碧凡現在還蒙在鼓裡 所以你才救他 你盤算著 如果哪一天碧凡真的活著回來 你還可以利用他 如果碧凡現在都死了 你害怕我連你也給做了 對不對 您捨不得 我真是什麼都瞞不住您呢 坦言 你呀你呀 你這個死胖子 我喜歡你 你真是有點像我 我得好好的再陪你 從今往後 大上海就是我們等了 謝謝潘先生 不請 從今往後 你我就是兄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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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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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